清潔队员检查垃圾袋内有无回收物 台东县政府为了落实垃圾减量 强化资源回收 7月份正式实施使用透明垃圾袋政策 民众如果未依规定使用 或透明垃圾袋内含有资源回收物及厨余 依法将可处新台币1200至6000元罚还 清潔队员也可以依规定拒收垃圾 透明垃圾袋会实行来说都会比较好收 因为看得到里面的内容物 假如说它里面没有分类的话 我们就直接一律不收 对对我们时间上会比较好 希望说我们排出的 不要再有这个资源回收物 那有资源回收物的话 很抱歉 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民众 回去把这个垃圾分类做好 那再来排出你的垃圾这样 台东县环保局指出 台东县一天的垃圾量大约110公吨 加上县内现有的垃圾掩埋场 已陆续达到饱和状态 对于县政府推动的透明垃圾袋新措施 台东民众普遍认同 环境的保护人人有责 平时就要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分类是有 当时我们平常都是用那个黑色的袋子 没有功德型的人 他随便垃圾都会挤在里面 如果透明的话大家会看到 是比较比较好 其实用透明垃圾袋也不错 因为也是可以看到里面有 就是如果放塑胶什么 这其实对大自然也不好 所以一定要环保 对大自然也不错 对大自然是好的 透明垃圾袋政策刚开始实施 有部分民众仍未依照规定 除了拒收并加强宣导之外 台东县环保局更呼吁 垃圾处理问题刻不容缓 必须确实做到垃圾减量及支援回收 美丽的家园需要大家共同守护 记者物贵台东达人采访报导